花莲市庙闲幼儿园 延续多年来的传统 举办毕业生水球洗礼的活动 现场水球 水桶 水枪等进出 师生们开心的打水仗 也借此祝福孩子们能够平安长大 打水球泼水有去除 疫病进化人心 洗尽祝福的意义 在泰国泼水节是最大的盛典 在缅甸 犹如中国青年 有玉佛 迎春根住院人畜兴旺 与五股丰臭的意涵 在妙闲幼儿园的安全环境之下 小朋友尽情的泼水玩乐 是最开心的 7月14号毕业典力即将在即 今年应届毕业生 加上中班有50人 取得下场泼水的资格 而小班幼幼班 40多人则是在旁边管理 加油充当啦啦队 妙闲幼儿园的将近40年来 一直都有这个传统 就是毕业生 随喜毕业生欢送他们 给他们一个洗礼 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是趁这个比较平缓的时候 赶快来办 因为大阪小朋友都期待好久 那我们知道从古时候到现在水喜就一直有驱途疫病 然后祝福的这个这个含义 所以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打水球玩玩水泼水 然后让毕业生可以有一个 让他们祝福他们的平安健康 然后迈入新的一个小学的阶段 衔接的课程的话 我们也都会根据小学的课程 然后来有一个正音班 然后波风风风的一个正确的发音的教学 还有简单的数学啊 这些的概念来进行 在这个时刻原本更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祝福小朋友们健康平安快乐 活泼的进入小学 迈向人生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在毕业之前 妙前幼儿园已经安排入小班行接测程 除了国语英文数学基本能力之外 也让小朋友了解小学上下课的 以及生活做学时间 厕所卫生设备的不同等等 让孩子以轻松愉快的心情 尽快适应国小的小学生活 记得熊一块睡不着